賴清德講的是說 不能夠用錯誤的資訊 來攻擊本黨 包括攻擊本黨黨內統治 那我覺得這是很 這個是當然的 就是說他這個東西是我們黨紀裡面本來就有的 就是說你攻擊同志 這個就是 要構成違紀事件 那至於其他的 那個是你的言論自由 對那是所以言論自由跟我們這個 作為一個政黨的同志的這個紀律 這個是不衝突的 這是不衝突的 那所以我覺得拉興德就畫這個紅線 那我也我大概也聽說他好像也有去跟 有跟他們幾個人聊一下 跟高家瑜啊 沒有用的話少說啦 就是這樣他直接跟他講就沒有用的話少說 那所以我相信應該大家會 比較自律一點 我也希望大家比較自律一點 因為作為一個政黨 你在往前走的時候 你就是 你上的各種節目 你不能夠去 去迎合別人 迎合別人去攻擊自己的黨 這個是很奇怪的 這是我們基層所不能忍受 那只要他們 他們 不要再繼續這樣的行為 我覺得這個事情是 是慢慢就會停止 那至於學輪的這個事情 我想應該是這樣就是說 我們 每次在提名的時候 我們黨內有一些紀律 就是說 你過去有錢科啦 或者什麼什麼什麼 這些東西 我就不會提名你 現在的話變成是說 應該可能會改成說 你你你提出來的你的學歷 如果你敢說你是碩士 或是博士 那請麻煩你提供電子 電子檔 我們要先審一遍 審一遍 如果說你覺得自己 這個 有自信 你就提供電子檔 你沒自信 你乾脆你這個 這個學歷 就不要提碩士這一塊 你不要提了 就當作你從來沒有念過碩士 就這樣 所以學輪的這個部分 是這樣處理 我相信國民黨接下來 也要這樣處理 OK 這樣很好笑 這樣我們只要去比對 就說他到時候 他提的資料 跟他原本的學歷 如果有落差 就知道他弄的可能是超的 本來是碩士 就他以前參選過 對啊 我覺得這個本來就是這樣 為什麼候選人要去弄學歷 因為他可以印在選舉公報上 如果你如果你不印在選舉公報上 你你拿十個碩士 那都沒有差別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 對這個東西是民進黨 是應該要這樣處理 OK 這個一案歸一案 其實羅斯粉這個案子 可能跟走私 當然一定是跟走私是有關係的 當然上面還有涉及到這個部會首長是被迫反應 是被動反應 他不是主動的 如果主動的話 早就在市場查到這個東西 早就可以馬上就可以對外公佈了 那今天是因為激進黨或是其他的比較獨派的 當然發現到這個事情之後 當然一定要有所回應嘛 當然每一個 每一個部會都在現在保關 這當然是必然的 至少春節以前 不要說春節以前丟官 過年不好過嘛 對不對 這是一個啦 當然現在大家年終獎軍都已經入袋了 金主現在走也是沒什麼差別 那問題是在哪裡 就是說因為這件事情 我覺得很難看的 不是蘇院長本身 很難看的是小英 為什麼這麼小英 你想想看喔 這個葛奎就是行政院長的這個位置 剛剛文姐提到 他不外乎就是兩種 一種就是自己辭掉 一種就是什麼 總統叫你走人 那現在就是說 我自己如果不辭的話 如果自己想要為國家再度貢獻的話 那當然唯一能夠叫我走的就是小英 那或者是說 我根本就想走了 小英把我餵掉吧 最後還是小英 所以就是說 這件事情 我覺得一樣就是從以選前到選後 其實小英正在做一件事情 他這兩年當中忘記跟民眾溝通 所以這兩年後呢 發現到九合一的選舉 選那麼差之後 又回到二零一八年 他想要試著跟選民溝通 所以為什麼他召開國安會議 其實這個 其實以前李鄧輝的書裡面有寫過 就是說因為我們的憲政混亂 我們的憲法裡面規定是很混亂 所以呢 行政權是在行政院院長手上 但是行政院院長又是總統的幕僚長 然後總統要透過什麼 只能透過國安會的這個機制 來把手伸到行政院這邊 所以就變成說 他為什麼要召開國安會去處理 包含一下六千塊的問題 或是像不管是一萬塊 或幾塊這樣的一個問題 為什麼會有包含 連經濟 因為什麼事情都可以牽扯到 國家安全 都可以跟國安會有關 所以總統正在做這件事情在幹嘛 他在跟民眾溝通嘛 但是問題是大家在選完之後 有一種一種想法 因為其實我真的在這段期間遇到很多路人 路人甲 路人魚 包含樓上鄰居 什麼時候院長要走了 什麼時候院長要走了 我都沒辦法跟他講說 這個問題是問題是職權在總統手上 不在我們民間手上 那你總統叫他走了就走了 因為以往的憲政慣例都什麼 要嘛就是二月一號新會期 新的院會 不然就是五月跟著總統一起走 那通常會選輸走的 在一月也都有發生過 但是通常比較多時間 就是二月一號或者是五月 但是這一次如果看起來 民調開始又開始回升的情況之下 當然有可能 有可能就是微調而已 但是我我倒認為 就是說最後的關鍵在哪裡 都在賴清德有沒有辦法 在二零二四年能夠順利 去當選這件事情上面嘛 所以如果說賴清德 就應該是扮演很重要 會發生的角色 重點在哪裡 就是假設今天陳建仁上 他們沒辦法確保說 陳建仁真的有辦法掌控一切 然後可以得到 鬥數的民眾的支持 然後再幫這個賴清 把賴清德推一把 然後變成說二零二四的總統 這是一個不確定因素 因為如果你看起來 來講的話 蘇貞昌說不定還是一個確定因素 那個陳建仁還是不確定因素 那如果陳建仁 如果跟鄭文燦那鄭文燦 又沒辦法直接當院長的話 又怎麼辦 就是說當中來講的話 其實都在思考 可是在思考過程中 就會變成民眾都不耐反 前一陣子大家在討論這個時候 你剛剛講確定跟不確定 這個 因為賴清德民調 會不會因此有一些的回聲 這個也是大家在觀察的 但對小英總統 或是蘇院長的民調 前一陣子出現的幾份民調 確實是好像都不太理想 OK 這個也是那時候是不是大家在討論 要不要改動一些原因 可是你再沒有看到一個民調 往上走的時候 會不會就覺得說 那要不要動一下 會不會出現這個狀況 是就是調整的概念 在調整的幅度多大或多小 其實院長他 蘇院長自己有講到一定會調整 只是說到底哪些隔遠要走 哪些隔遠會留下 或是他自己要走 這個從最後決定權還是在小英手上 不在院長自己手上 所以最後來講的話 我覺得趕快把這些事情止血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這新的會期二月一號開始的話 我覺得這件事情要趕快處理掉 至少過完年之後回來 大家能夠看到一個 政治上清新的一項